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各位請就座 我是這堂的主持人 也是講師 自己主持自己 我剛剛還問工作人員說這堂主持人是誰 後來發現是我自己 大家好 我是Berman 首先先歡迎大家這次莉菱 這次主辦單位啊 那個總召 副總召都非常辛苦 然後這次也難得就是疫情結束之後 我們很多日本 韓國 香港的朋友都來台灣 這次來蠻多我們以前的老朋友來 所以我這次的slide比較特別的是 我昨天這兩天知道很多外國朋友來之後 我就盡量把所有title翻成日文跟英文 所以等一下的版面會有一點擠 就是因為本來的slide是全中文的 但是我加了一些日文跟英文 那我其實不知道日文是什麼 日文是我同事翻的 他如果我翻錯 我其實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大家多多包涵 那希望給大家很好的體驗 那如果外國朋友想聽翻譯的話 我們應該都有翻譯的安排 那我跟翻譯主說就是 我講笑話的部分就不用翻了 不好笑 畫面沒有切過來 哦 哦 不是 我沒有結 主持人的錯 快我 對 好 跳一下 從現在開始 各位好 那我這場的talk事實上是 我這邊寫了四個作者 其實我只是代表來講 那真正的研究呢 是有我們的Eric Jorge跟邦寬的研究 那上個禮拜 在美國 USA難得 或是唯一今年的台灣有上場的講的talk 所以今天的版本 是一個科普版的CMD GPT 所以會讓大家很淺顯跟易懂 那在開始之前 我先介紹一下 我們公司有攤位這次有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就是我今天演講的這個AI Model 做的遊戲 那這個遊戲呢 是你註冊完之後 你就可以輸入一個comment line 來驗證你輸入comment line 攻擊力有多少 我們會透過一些machine learning方法分析 分析你跟常見的紅隊指令有多接近 有多創新 有兩個值 一個是要多像紅隊 第二個要多特別 那但是這個註冊需要用NFC註冊 然後今天有兩場 下午還有一場比賽 然後時間到之後我們會頒獎 那明天也有 然後所以這個指令就是要讓大家輸入一些 我們平常紅隊 不管是minicas 或是紅隊一些letron moon指令 來試試看這些指令 你能不能獲得這個AI評分的高評分 然後用來做戰鬥力的量測 然後也要特別注意是 你要輸入跟別人很不一樣的 你可以做一些變形 做一些混淆 做一些反正你可以欺騙AI模特兒都可以 你甚至可以輸入不是comment line也可以 你就輸入一段字串 然後看看發生了什麼反應 我們都很歡迎大家隨便讓你try 那如果頒獎的話 我們是有一個小公仔 Ironman的公仔 會發光的 所以只有三個場合 所以大家要把握時間 那首先我先來講 今年大家聽AI的talk 應該聽到掌檢了 因為所有人都講AI Machine Learning講了一大堆 亂七八糟的talk也很多 然後有些有料有些沒料 有些胡說八道 那為什麼我可以在資安的場合 Cyber Security 場合 講Machine Learning 講AI 原因是因為我們團隊目前也是在AI的 台灣的AI的產業裡面唯一的資產公司 那所以今天主要是想要講Machine Learning 講AI 但是我會從Cyber Security切入 然後中間講一下一些 快速帶一下目前Machine Learning的發展 然後後面講一下Machine Learning 在我們Cyber Security的應用 對 我忘記又翻譯出來了 對 我就盡量把這個版面會擠一下 大家多多包涵 那我們先從前幾年 前幾年簡鴻偉處長的時候有做個統計 他發現說台灣的資產問題 很多都是在Misconfiguration 或是人為的疏失 所以導致這些human error 導致的Cyber Security Incident 所以人為疏失是主因 那為什麼是主因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為什麼是主因 因為其實人是不夠的 人為什麼不夠呢 原因是因為這樣子 我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現在我們的長官或是我們的業主 看到那個資安的新聞之後就會買 就看到資安就很緊張 很緊張之後呢 長官就會訂更多的規範 更多的合規 寫更多的報表 做更多的月報 週報 更多的報表 然後更多的regulation跟compliance 那由於為了 企業主為了要合規 他就要去買更多的產品 比如買EDR 買Logan Management 買Firewall 買Antivirus 買了越多產品之後就會導致這個問題是 你需要更多的資安人才來operate 因為不同的產品有不同的domain 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資安的人才需求量就會很大 那人才的不足就導致人才的過勞 過勞之後就會導致人為的疏失 那人為的疏失就會產生更多的資安事件 所以這個循環是一個很可怕的循環 所以為什麼你產品買越多 然後你發現那個人越來越不夠 然後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沒有辦法讓這個飛輪停下來 所以問題來了 問題在於是 我們為了要做更多的合規的規範 為了解決更多資安的問題 那導致我們能量真的耗散掉了 所以甚至像比如說 像金管會有要求 要在30分鐘之內要做通報 各位30分鐘是很困難的事情 30分鐘連這個Alert 發生在哪一台電腦 你可能都要搞不清楚了 到底是在什麼區域什麼原因都搞不清楚了 那何況在30分鐘要通報 其實用人來做是很極限的情況 除非你的公司只有10台電腦 那也許30分鐘可以 可是大部分企業都是成千上萬的電腦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不只人才不夠 我們還人手不足 現在是T1的人完完全全不足以應付 目前藍隊資安的營運的需求 我們有很多的資安專家 各位都是資安專家 但是現在缺的並不是專家 是一線的operator 如何讓這些IT 有IT基本能力的人 跟訓練做資安的營運 operation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不只是人才不夠 我們人手還不足 大家都以為我們所有的藍隊都是超人 每個藍隊什麼工具都會用 什麼軟體都會用 什麼惡意城市都會分析 什麼資安威脅都能夠 情資都掌握 其實這很困難的 藍隊不像長官想的那樣 每一個都是有超級能力 然後一夫當官萬夫莫敵 這是不可能的 大部分藍隊都長這樣子 就是一群很哀怨的人 這群哀怨的人要嘛就是想吃什麼拉麵 不然就是整天無事發呆 然後就是亂七八糟的在那邊瞎鬼混 所以其實整個blueting都是非常bluet 就是每天壓力非常大 然後壓力大到最後他們已經放棄治療了 基本上就是每天就抽幾個耳熱來看一下 有看就好 反正大部分都是誤判 然後把單子close幾張 然後就要流程走下去 所以真的blueting其實是很需要 自動化的科技跟新的方法來解決 我們的工作量overloading的問題 所以我這邊就切到了一個重點 就是為什麼我們的藍隊需要magic 你可以看我們今天的talk裡面 很多講zero day的 有講很多攻擊紅隊的部分 那對於紅隊來講 他像戳氣球一樣 他只要一根針把氣球一戳氣球就爆了 可是我們藍隊很辛苦 我們氣球整顆球我們都要照顧 不能被戳包 所以藍隊要防守的面積範圍非常大 attack surface 要management範圍非常大 第二個是我們所處理的資料量 scale非常大 我們必須處理成千上萬的log 上億筆的log 然後防守這些幾千台電腦 所以我們處理的規模大 所以我們需要自動化的科技 所以為什麼藍隊比紅隊更需要 machine learning跟AI的方法 因為我們太需要自動化了 所以blueting需要magic 那個魔法從哪裡來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這邊跟大家分享 其實這幾年的machine learning發展 我先聲明 因為今天畢竟是自然的場了 所以我大概就很簡單帶過去目前的發展現況 這疫情的這幾年 其實machine learning有很巨大的發展 從2017年開始的transformer 引起了一連串的sales supervisor learning的風潮 我們發覺了 我們發覺了 原來unlabeling的data是可以被學習的 以前都認為unlabeling的data是garbage 沒有用 沒有標記的資料不能學習 但是現在unlabeling的data可以做某一種程度的學習 而這2017年開始發展了很多種方法 而且後期就transformer席捲了所有的整個各種評測跟刷榜 但是為什麼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直到去年11月才發現原來tradeGP這麼厲害 我們後來才發現原來這些搞演算法的人 已經自high了這麼久了 不讓我們別的領域分享一下 我們後來知道原來演算法有這麼大的突破 直到他們做出聊天機器人 才讓各行各業的人了解 原來machine learning跟AI的方法 是可以改變很多東西的 所以你看2017年開始就是transformer 後來不管是vision的transformer 各種的語言影像到後面的各種處理 現在都已經完全克服了 那早些年我們常常在講的GN GN到後期幾乎快消失殆盡了 目前來講已經快沒有 GN的這個體系走到最後面應該就是這裡了 這看不出來 2019年之後應該就很少看到GN 後面全部都是transformer 透過attention的mechanism 來發掘資料跟資料間的關係 來分析出資料間unlabeling data的規律 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魔法可以用 但是我們資安圈要想一下 這個魔法應該如何用在我們的領域裡面 這是一個挑戰 那我覺得這個2017年18年 是一個很神奇的年份 如果你只是去看machine learning的發展 很多關鍵的論文 都在2017年到19年之間發現很多現象 然後我認為應該是 某種程度是因為外星人 透過心電感應引起了這些學者 在同時間發現很多的現象 另一個現象跟大家分享 叫做 Double 後面這是第二頁 對 那個GPT其實很可怕的原因是什麼呢 它最大的原因是 讓我們學machine learning的人 或者是學資安人很害怕的是 以前都要給他labeling data 他照labeling data 去學出裡面的規律跟規則 現在呢我沒有特別教他的事情 他自己學會了 你知道嗎 像GPT的training set裡面 中文可能只佔1-2%不到 中文 但是他training 他全部靠英文training出來的模型 但是你仔細看 你如果玩過TradeGPT 就發現他的中文其實比你還要好 比很多人都還要好 但是這是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沒有特別教他的事情 他自己學會了 他甚至會學會了 不管在美國的各種的考試 各種的測驗 專業的考試 都獲得很好的成績 而這些成績跟考試 是在training過程中 沒有特別去引導他的 他自己學會了理解的 所以我們最害怕的事情 就是我們沒有教他事情 他學會了 那剛剛講到2017年18年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發現 就是我們發現了一個現象 叫做double descent phenomena 這個在machine learning的人應該很理解 原因是早些年在做machine learning 應該知道 當模型的維度越大的時候 複雜度越大的時候 他的task error會慢慢增加 但是後來在2017年18年 我這邊有貼相關的論文 他有發現一個現象 當模型大到一個不可思議的時候 task error會慢慢下降 這個是反直覺的 因為以前學過VC dimension 人都知道有個curve打勾的符號 應該是慢慢上升到無限大才對 但現在上升之後 他又掉下來了 這個只有在大模型的時候 才出現現象 所以我特別這個 把幾篇論文整理一下 我的心得 我的版本 我把它做個分類 早些年 我們做的machine learning 叫做feature engineering 它主要在取特徵 人類決定特徵 第二個就是 在2010年到2017年 大概在做deep learning的工作 這個工作大概就是在決定 各種我們在嘗試 各種networking的結構 能夠解決不同領域的問題 所以以前在feature engineering 你可以解決比較小的 比較窄的問題 現在可以透過類神經網路 解決一組問題 比如說我用CNN 來解決所有的影像問題 我用其他的方法 來解決文字的問題 然後到了現代 我們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當模型夠大的時候 我們甚至可以pre-chain出一個model 然後最後把後面最後幾層的weight換掉 就可以讓它改裝成新的功能 就像什麼 pre-chain model讓AI產業進入工業化時代 每個人都可以抽換大腦 我可以隨時找一個pre-chain好的模型 這個模型像是一個大一的同學 大一不分科系 所以它是個general purpose的模型 透過大三大四的find tuning 把它最後幾層換掉之後 它就可以有法律的功能 寫程式的功能 做各式各樣的機制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要灌出各種專業的知識 而且這可以讓後面的 下游跟上游的任務分開來 所以到這個階段 machine learning 進入工業化時代 大家可以抽換 其實你根本不需要那些GPU 你只要能夠跑得動就可以了 全力過程太可怕了 那交給big tech做就好了 你拿lama來玩不就搞定了嗎 所以這個是這個階段 那現在的階段更可怕的是 我們好像什麼事都不用做了 我們只要對著這個model聊天講講話 它就反映出你想要的情況 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這讓我們學工程的覺得很不踏實 工程要寫規格寫function 要寫效率的量測 但現在都不需要了 現在讓一般的民眾隨便講話 都可以產生這種結果 這種叫in-context learning 所以可以把它分成這幾個階段 然後我這邊有分一個中文 然後我這邊有分一個中文 以前黑色的部分呢 就是feature generation 就是學校教的傳統的統計方法 這個方法通常遇在資料的規模 scale 比較小的情況下面 model的維度比較低的情況下面 在這個情況是服從VC dimension的 error會上升的情況 但是到了大模型之後呢 就不服從傳統的情況了 我們會發現說 新的NN類型出來之後 模型越大 它似乎會往下降 那為了把這個模型未保 我們就可以又發展出新的方法 就是SSL cell supervisor learning 的方法 讓它知道資料跟資料間的關係 而且這是unlabeling的data 所以第一個階段 就是feature generation需要專家 專家說什麼就是什麼 但是這個窄就很窄了 專家說是惡意層次 就是惡意層次了 那第二個階段呢 專家不決定feature了 專家的知識拿來 決定network的結構 我讓他知道 惡意層次用這種模型解決 影像用這種解決 然後參數由模型自己 在training過程中來決定 第三個階段呢 我好像也不用決定networking 反正好像只要大就好了 網路只要大 以前做很複雜的結果 看似不需要了 模型的size 變成最主要的因素 所以模型只要大 只要足夠精良的unlabeling data 注意各位 這個labeled data 不能為隨便亂七八糟的東西 不然它會學外掉 就是像小朋友一樣學壞掉 所以這些材料也是精挑細選的素材 然後專家只要決定下游任務 那第四個階段 專家不需要了 每個民眾都會了 很多文科的同學 沒有學過寫程式的同學 他也能夠跟機器對話 也能夠操作了 所以其實現在的發展 對於各位工程師 資安分析師 私自備是最可怕的 因為任何人都可以做 你跟你類似的工作 所有的門檻都下降了 所以最擔心失業不是一般人 是各位的私自備 第一個是如果AI可以取代你 那成本就會下降非常多 那有了這個科技之後 我們來回想一下 我們哪一些部分可以用在 我們Cyber Security 哪些Magic我們可以拿來用 那我們資安到底停留在什麼機會 我後來發現 我們停留在專家決定特徵的階段 也就是Label 1 就是第一個Future Engineering 為什麼呢 你仔細回想一下你的工作內容 你工作內容可能是不是像這樣子 第一個是你如果是惡意城市見識人員 你是靠直覺的科規則的 你常問這個工程師說 為什麼你要寫這個入 他說我就是不知道 我就覺得這邊有邀氣 應該這裡有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規則 這個黨名就是怪怪的 你問他多怪他講不出來 因為那些經驗知識 無法用邏輯語言精確表達 所以他寫的規則 非常的寫隨意 那第二個呢 做資安營運的監控人員 那怎麼做呢 他要用什麼來決定呢 他靠感覺學規則 我舉個例子 這一同一台電腦 在兩小時內都有個耳樂 它應該有關係吧 對不對 我們透過這種猜測 這同一天都是這個帳號 應該有關係吧 我們會把這種假設的關係 用很直覺的方式 靠感覺方式寫下去 然後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所以當這個規則 如果誤判的時候 也不知道如何debug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spec 那如果是資安主管呢 更可怕了 他是用主鍵來判斷 比如說你現在上報一個報告說 這是個駭客攻擊 他主管會跟你說 不會的 今天是端午節 不會有駭客攻擊 他就下條子了 他就告訴你了 今天是端午節 不會有告警 我要休假了 不要把我call回來 對 他會用主鍵決定事情的大小 比如說 這是LV3等級的事件 還是LV2 他自己決定啊 剛剛經管會說 資安事件通報30分鐘對不對 什麼是資安事件呢 誰決定的呢 主管會說 這不是資安事件 這只是個單純的電腦的事故而已 不用通報 所以主鍵就變成 什麼產業裡很可怕的事情 我們還在靠人類來決定 什麼是惡意 什麼是Alert 那為什麼我們捲不起AI 為什麼我們這個領域 不能用我們性能領呢 這是我的心得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心很累 我們已經買了太多會誤判的產品了 各種告警 每天噴的亂七八糟 甚至有個資安研究告訴你說 99%的Alert都是False Positive 然後55%的資安團隊 每天收超過1萬個Alert 所以基本上Alert已經夠多了 你如果再用一個新的AI科技 它會帶來新的False Positive 為什麼呢 所有的AI的決策 都有個Variance空間存在 你希望它能夠有創造力 它就會犯錯 這是Trail Off 而第二個最可怕的是 AI Machine Learning給的Alert 是沒有Reason的 它給你一個機率 87%這是攻擊 這怎麼辦 你要怎麼解決 你要怎麼Debug 你沒辦法Debug 以前人類寫的規則 至少可以Bland這個專家說 你的Rule寫的有問題 你要修正你的Rule 但現在沒有辦法了 它給你一些莫名其妙的告警 你無法修正 就像特斯拉為什麼現在右轉 你根本就不知道為什麼 它自己走起來了 所以我們新人類 第二個是我們追求古法釀造 我們這個職人精神 用手科規則 手科分析二一程式 IDA Pro開起來 手工分析是我們追求的 因為我們太追求精緻手工洗車 我們忘記自動化洗車 其實是產業很需要的部分 專家有用沒錯 可是我們需要規模化 那第三個是什麼呢 就是看不懂根本上 很多人講到我們訓練裡 就說你們最近又騙人了 之前就是騙我們這麼多次了 今天又拿人工智慧來騙我 就是全部都唬爛的 一定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 講這句話的人就落伍了 現在世界不完全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 因為Unlabeling Data 是可以透過Pretraining的Model方式 Salesby方式獲得裡面的新的情資的 所以現代的Language Model 為什麼被做出來的原因在這裡 所以其實已經不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 它看不懂是你不會用 所以我們必須要小心 新的科技很快就要席捲整個產業 好 剛剛我介紹了我們資安的painpoint 就是我們為什麼會有資安的問題 然後我也講到目前Machine Learning科技的發展 是有一個很大的進展 那第三個是我們要想一下 我們如何利用這些Machine Learning 開發出來的魔法 來改善我們的Bruteen 那接下來就講的就是 Cyber Security跟AI的整合 然後加上我們的在Blackhead Talk的研究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先把問題narrow down 把問題的Problem Space 變成只看那個Cambian Log 因為Cambian Log在很多的建設調查裡面 都是非常重要的情報 來分析駭客做過什麼事 來分析攻擊者是誰 但是有個大問題 真正被Labeling的Data非常的稀少 這邊有個數據 這是前幾年我們做了一個Case 很完整的調查 這是一個小型的案件 它大概只有358台電腦 但是從8天的資料裡面收集了46.5萬筆的Event Log 裡面真正攻擊只有377筆 基本上就是0 這個比例是0.081 跟0沒有兩樣 所以你看這麼稀少 這麼Imbalanced的Data Set 是絕對不可能做Machine Learning 如果用傳統統計方法來做 它就是當雜訊濾丟 所以你學到東西 都學到一些你不想要的東西 第一個問題 真正Laboring Data非常稀少 那我們怎麼辦 第二個問題是 指令有很多Command Line的 Opfication的混淆的過程 我想問大家 雖然可能很多人聽過我IT Home的演講 應該知道答案是什麼了 就是你想一下 在哪一個Command Line 可以印出hostname 電腦名稱 一格的舉手 兩個的舉手 四格的舉手 四格的 五格的舉手 糟糕 你們一定聽過我的演講 所以知道答案了 沒錯 答案就是全部都印出電腦名稱 這裡每一個都可以印出電腦名稱 包含最後一個 也是常見的混淆 它把環境變數 然後取出一個值 所以那個Percent之間 會產生S host的S 會變成S 那第五個會 其實是Base64過的hostname 那其他的三四都是常見的一些混淆的過程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是寫過yara規則就知道 或是sigma rule的規則就知道 這是寫不出 rule的 永遠寫不出來 永遠可以混淆 因為在混淆前跟混淆後 這Command Line的語意跟行為 是invariance的 是不變的 是不變的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有這兩大問題 就導致現在machine learning 中的Command Line分析 一直都無法突破 那有沒有辦法 不用人科入我靜態的規則 也能偵測惡意的指令 那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那個CMD GPT 我今天講到24分才出現CMD GPT 我怕我真的會講不完 那Ironman是我們這次的一個系統 那最裡面核心的模型就是CMD GPT 所以我們要有個規則 我們不能每次都仰賴老師傅去守科規則 有沒有自動化工業化的方法 來產生contextual的規則 那今年的Talk 唯一上的就是Blackhead的這篇 那在上禮拜非常的精彩 通常我講到這篇的時候 應該要掌聲鼓勵一下 那這也是讓台灣 讓國際看到台灣的一些資安的研究 這是我們的同事 就是寬寬George跟Eric 那所以我今天講的是他科普版 那昨天還有國外的那個Data Scientist 就是資料科學家有提到說 這是他聽過在Blackhead 最棒的關於Machine Learning的Talk 因為今年在Blackhead 太多場在做Language Model的東西 所以他們覺得非常棒 然後感謝大家 感謝行家的支持 好 接下來開始了 我現在來介紹一下我們的做法 然後它可行的原因 那它跟傳統的統計跟Future的那個方法 是有什麼不同的 第一個就是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手上有什麼 我們有一些資產專家 這些老師傅 那這些老師傅呢 是可以寫出很精良的規則的 所以他們可以透過寫出規則 來識別這個Command Line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他們的Rule 來標記哪一些是專家認定的惡意指令 那這個指令數量不多 可能蠻少的 透過這些Data Site呢 我想辦法勸出一個小的模型 而這小的模型 training方法是用Supervisor Learning的方法 比較傳統的做法 訓練出一個老師傅的分身 所以這個Supervisor是老師傅的分身 不是我最後的結果 所以我先訓練一個小模型 接下來呢 我有很多的Unlabeling的Data 想讓它作答 我不知道這些是惡意還不是惡意 反正我就抓了好幾百萬筆的Command Line 接下來呢 我把這個老師傅的分身 這個好像紅 打不出來 我花組看到 我把老師傅的分身 把這些題目 我叫老師傅作答 做出Label 因為我無法叫那個 真正人類去做一百萬題的Command Line識別 所以我把老師傅做成老師傅的分身機器人 然後去答這一百萬題 接下來呢 我再用一個小的小模型 其實不小的 因為它的Base是一個Language model 的Foundation model 然後它也去答題 答完題之後 我要讓這一個小CMD GPT小師傅的答題結果 越接近老師傅的分身越好 然後我們去算它的Info NC的Lost 那這種做法也叫做 Sales Supervisor Constructive Learning 然後這個過程呢 也有個詞叫做Knowledge Desolation的方法 所以我們可以把老師傅答題的經驗 Transfer到CMD GPT 那這是我們的做法 但你會覺得 如果你是學過我們訓練力的 你就會覺得有點怪怪的地方 為什麼我要把 老師傅的分身 還要做Transfer Learning Transfer到小師傅身上的大腦裡面去呢 為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 小師傅的是Language Model的Base 它的Capacity非常大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小學生 他書讀的比較少 所以需要一個老師做出答題目給他參考 他可以資料跟資料間的關係 因為原來的這個老師傅分身 只針對這個Yaruru做Mapping而已 它事實上只是反映了原來人科的規則 它不能適用於在大規模的情況下面去 所以有了這個CMD GPT 而且CMD GPT的好處就是 它的Base是個Language Model 它對文字的解析能力已經有個基本的基礎了 現在我們只是經過一些加工跟Find Tuning 讓它變成CMD分析的專家 有了這個CMD GPT 就是說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們看一下 在Inference Phase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來幫助資安團隊 資安團隊可能用 像我們用我們的產品 有很多的comment line 在comment line收集起來 原來都是要給資安營運團隊去監控去分析 然後從裡面抽取出來 哪一些是攻擊 哪一些是一群cluster 哪一些是apt 哪一些是rating campaign 然後抽出campaign之後 人類在寫出規則 從這一包的campaign裡面 抽出attack pattern變成規則 但是有了CMD GPT之後 它就可以很大規模的去取代 SARC跟SIM在做CMD line分析的部分 結果變成這個樣子 當CMD line未進來之後 CMD GPT 先做消化 由於CMD GPT 有對CMD line特別訓練過的 imbedding方法 它知道如何把CMD line embedding成一個Latin space的vector 所以它當要投射到這個球形的空間的時候 它就會讓越像攻擊的東西 越接近越好 越不像攻擊的東西 越遠越好 這是一個單位長度唯一的 一個hyper的球的空間 有了這個空間之後 我還會做很多加值的應用 舉個例子 我可以在這個Latin space裡面 做一些clustering 我可以知道這一群CMD line 是某某紅隊 這一圈是某某武漢網軍 或是某某俄羅斯網軍 透過這樣的分群之後 我可以產生出一群一群的cluster 再針對cluster做第二階段的運算 就是做featured mining 我們希望從裡面搜尋去有用的素材 來提供給Suck團隊當作yara 或靜態的規則去hunting 所以我們後面又一座luor的generation 產生規則 這邊有點複雜 糟糕 剩10分鐘 後面輕鬆很多 你看不懂沒關係 反正重點就是 我們把人類的經驗萃取出來 變成一個老師傅的分身 再把老師傅去訓練 一個capacity很大的gbt模型 讓這個gbt模型來取代我們做combandline的分析 那問題來 假設我都能embedding 能夠分群呢 那我如何從這一包combandline 有問題combandline裡面 抽出哪些是重點的pattern呢 抽pattern很重要 其實在之前的其他的學術 或其他的資産團隊 在做combandline分析的時候都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他們會斷錯字 因為他們會把以前拿 NLP的斷詞方法 斷字方法去斷combandline 我舉個例子 C冒號program files 以前斷法會跟空格隔開 所以program跟files被切開來了 但對於我們資安領域我們就知道 folder的名字不要切斷 所以program 空格files應該是一個token 所以我們應該要切去 否合適合我們領域的切法 因為我們的斷面不一樣 我們雖然拿language model 來做combandline分析 可是combandline並不是人類的語言 它是機器的log 它跟人類語言一點關係都沒有 它沒有章節 沒有段落 它的語意很奇怪 而且它的資訊很鬆散 所以我們也透過一些方法 訓練CMPGPD 有能力做專業的切割 它會從裡面切出一些token出來 切出token 所以它把它斷開來 這個斷法會比較符合我們期待的結果 那有了這個分段之後 問題來 那哪一段重要呢 各位我這邊有個很有趣的例子 我發明了一個 這個以後 只要有quote我講的話 記得加burnman 因為很多人都是 很多嘴炮都copy我的話 沒有quote我 我發表了一個廢文檢定定理 如何檢定這個文章是廢文 你如果看過很多政府的公文 或老師寫的計畫書 那很多都是很像產生劑產生的 很簡單 你看這麼想區塊鏈看一下 很合理對不對 那如果把區塊鏈換成雲端計算 是不是很合理 好像 好像 好順喔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覺得 對對對這樣沒錯 那如果把雲端計算換成 人工智慧 是不是也很合理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們的很多的國家的公文啊 政府的計畫啊 都是這種產生劑產生 那自製給換掉 所以 下一次有一個專家講人工智慧的文章 你試想一下把人工智慧全部劃掉 換成區塊鏈 你如果讀起來覺得一模一樣的話 那這邊就是廢文 好 不只是人工智慧 我甚至可以把它換成 比如說時間旅行 我覺得很合理啊 麥可錫顧問說 時間旅行是未來速度很重要的方案 而且先進國家都已經把時空旅行 算了是國家資產重點政策 所以透過這些token的切換 我就知道了 這個token是不重要的 因為有它跟沒它換成什麼 這個文章大概上都不會變 所以我們就變成一個克陋式測試 這也是machine learning在NLP裡面很常做的做法 就是我先有一個comment line 這個comment line跟它的相似度是90.1% 那如果我隨機拔掉一個字 我拔掉mini cards 它就drop變成0.64了 那如果我拔別的呢 我如果拔echo的話還在0.88 我再拔432還是0.87 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mini cards很重要 一旦mini cards自被拔掉了 這個comment line的embedding vector 會離開這個cluster 會離開 會離開這個cluster 這個comment line是個minifold的token 是個significant的token 是需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留下來 那這其實就是資產專家平常在做的事情 只是他講不出來他是這樣做的 好 所以這重要的token就是這個mini cards 那舉個例子 這是個常見 趨勢別化過了 這是一串常見的攻擊指令 你要怎麼挑出哪些應該寫成sigma rule 或者寫成規則來hunting 來判斷 你可能寫不出來沒關係 那小師傅告訴你怎麼做 他會自動標記出有意義的東西 你仔細看 他知道了檔名這種XXX不要當作pattern 第二個他知道這個hash沒什麼意義 他知道裡面重要的token應該要建成你的rule 所以透過這種方式的分析 不但把惡意的comment line決定成一包 還可以從這一包裡面取出重要的token 那這個就解決我們重要的問題了 因為我們就希望有一個小師傅 模仿老師傅的方法 幫我處理這些資料 那這樣會讓我們後面的資產工作更輕鬆 所以我想講個例子就是 像COVID-19的時候 醫院不是都是壓力很大嗎 我們並不是缺醫生 我們缺護士 因為大部分小病護士都可以處理 如果AI可以變成一個護士 變成醫生的助理 大規模的執行 那整個醫院的產能跟輸出就會提升 所以你要訓練一個醫生 你可能要五年八年十年 但是訓練一個AI的護士 也許會快很多 那就是我們想做的事情 那第二個是不只如此 就是當在寫規則的時候 還有一個問題是對語役的context的缺乏 就是現在寫的rule都是contextual list的rule 那如何來解決語役缺乏問題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實驗 CMD-GPD在這個combineline 兩個會互相算它的similarity 它會告訴你說 你仔細看這個combineline 它雖然都是mini-card 可是在combineline其實明白告訴你 它其實不是mini-card 駭客改過指令了 第一個是mini-card是沒錯 那第二個是什麼有沒有人知道 第二個是Blauchon的指令 Blauchon在做AD的dump在用的指令 所以經過我們的計算 即使你檔名一樣 你combineline的語役不同的時候 我會幫你分成不同類 那第二個case 如果檔名不一樣 但combineline很接近的時候 CMD-GPD會告訴你 這是同一類 所以它模仿專家 是模仿專家判斷的方法 跟它的經驗在裡面 第三個類型更特別了 這個combineline 完全連執行檔都不一樣 連combineline也都不一樣 但他們卻被分成同一類 原因是什麼 原因這是勒索軟體 通常在啟動的時候 砍掉shadow volume的指令 他們雖然都不是 不完全 不是一樣的指令 但是他們語役是接近的 他們語役就是 砍掉電腦上面的備份檔 所以這是CMD-GPD的好處 它不只能知道指令間的關係 還知道指令的效果是有關係的 因為它的分析是根據 這個Latin Space的 contextual資料分析出來的 所以我們來實戰一下 既然我們在今年做了CMD-GPD 所以我們在今年很多的資料做了研究 那我們應該是全台灣有最多 攻擊指令的公司 因為我們是藍隊的公司 我們是做EDR的公司 所以我們有大量的攻擊指令是可以分析的 而這攻擊指令呢 跟客人都沒關係 因為是紅隊或駭客打的 所以沒有著作權的問題 不會有駭客說這是我打的吧 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比賽一下 所以我們透過這些資料的收集 然後來試試看真實案例裡 我們在今年的一個case就是 我們在今年的某一個月 我就不要講哪個月 別人猜出來是哪一間公司 在做紅隊演練的過程 這整個月的過程中 從五千零八百台電腦中 收集了七百三十一萬筆的CMD-Line 其中呢 真正的CMD-Line 只有在三十六台有中的活動 只有兩百五十七筆的惡意指令 所以指令必須非常懸殊 那我們算出來的結果是這樣的 就是它的recall很高 我們資安產業要的不是position 我們要的是高recall 因為我們害怕誤判對不對 我們害怕Type-1 error 對不對 如果學過我們訓練你就知道 如果你沒有點頭 表示你沒讀過什麼書 對 開始點頭了 Type-1 error很重要 所以recall對我們資安產業是比較敏感的 那我們的position大概 從三百七十一萬筆中偵測二百九十一筆 誤判四十二筆 那這是非常好的效果跟實測 那也證明了說 它在很大的程度上面 可以協助我們的資安團隊 在快速做資料的分析 好 所以我這邊總結 那我這邊總結一下 我們的CMD小師傅可以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就是它有非常高的好處 就是可以平行計算 可以大規模大規模地做一些CAMELINE的分析 第二個就是它有某種程度的跌 抵抗obfuscation 我先說明不可能完全抵抗所有的obfuscation 但是某種程度已經比以前的方法好非常多了 那如果你Base6450次沒有人解得出來 連目前最大的AI都解不出來 對不對 那甚至可以做分群來識別攻擊族群 然後可以從族群裡面產生規則 然後這是整個CMD GPT 我們覺得未來會帶來很大的好處 因為我們藍隊最缺的就是分析人員 我們有精良的專家 可是專家無法照顧這麼多客人 如果在前面讓機器人的小師傅先處理一輪 我們老師傅的產能就會非常巨大 我不知道日文翻得什麼意思 應該是對的吧 應該是對的吧 好 那還有幾個挑戰 我們有什麼事情不能做 我先說明 畢竟這是個研究 不是說吹牛說一定什麼都可以 第一個是我目前的分析 是在Windows Common Line 所以你等一下玩我們線上的遊戲的時候 你盡量輸入跟Windows相關的分數才會高 如果你輸入的是Linux攻擊指令 分數可能蠻低的 因為我們目前的TranningSend裡面 基本上都是Windows的Log為主 那我們下一個版本應該會推出 支援Linux更多的資料的分析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有些的Common Line 是一些Interpreter 比如說它是一個Script 特別的Script 那不是常見的那種參數 紅隊的參數指令的話 我們效果也很差 或者是說它Base64很多次 那可能效果也不好 因為對我們來講 這個就是Entropy很高的Common Line 也不能分析 但是經過某些混淆是能夠抵抗的 好 所以到這邊為止 就告訴大家了 我們認為Machine Learning方法 是有很大的進展 但是大家用 我發現有很多的AI的用在 我們資產領域都用的很奇怪 比如說拿CNN去檢測二一程式 這個基本上就做錯了 很多都是他們可能演算法沒有讀好 所以用錯方法 但做出似是而非的結果 那我覺得Common Line分析 事實上是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對於文字的處理 這幾年我們有巨大的進展了 然後我們應該施法這些新的科技 所以我最後跟大家幾乎做總結 我們必須理解到 請以後括的這句話 我的話 就是在AI的世界 未來的世界裡面 你一定要理解到 未來你的同事或是你的Member 一定有一個不是人類 像百科上校一樣 我那時候在公司講百科上校 其實我們公司很多年輕同事 不知道誰是百科上校 讓我非常的挫折 對 這個年紀到了就是會這種現象 然後像百科 它是專門做資料分析的 專門製造處理的 我記得好像Netflix最近好像有出新的影集 然後百科已經老了 它不是生化人嗎 怎麼會老呢 我也覺得很奇怪 所以你一定要理解到 未來你要跟這個新的AI 你的同事合作 好 那最後一項就是 大家一定會問 最終AI會取代我們見識專家嗎 聽起來很可怕對不對 人家百分之九十幾的偵測率 還不用那個吃便當 然後也沒有脾氣 端午節也可以工作 你不想做的他都能做 你不要做他做的比你還好 那我們會被取代嗎 我們這些資安分析師 會被取代嗎 我有說你不會的 因為台灣的IR是不用錢的 你可以在網路上找到很多 無限次IR的service 你可以買這種服 無限次IR 就是你可以說 我每天都要IR 無限次IR IR是不用錢 所以小師傅的GPU是要錢的 我跟我分享一下 我前幾年 因為我同學是醫生 然後奇美的醫生 我就跟他說 現在AI做影像識別 判斷癌症很厲害 X光片判斷很厲害 所以你們醫院應該用AI才對 然後我同學是醫生 他告訴我 這絕對不會取代他們的工作 因為我們的健保 讓醫生看一次X光片 只收十塊台幣而已 這永遠無法取代到 因為只有十塊錢 醫生看片 只算點數完只有十塊而已 所以他覺得這個AI是這麼貴 怎麼會取代他 所以 這是個產業的問題 對 我們應該讓服務有價 才讓這產業run起來 好 以上就這樣 我的talk 謝謝大家 由於我是主持人 所以我想問一下 台下有什麼問題 或是slides有什麼問題 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念一下 你 請 他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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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蠻短的問題 請問這有發生paper嗎 或是會發生paper嗎 我們有投稿 還沒做成paper 對 但是有這個想法 對 但是我們公司其實去 前兩年有發paper 我們公司寫專業的學術論文 我們其實有寫 那這一篇我們現在還沒有 要寫成專 去投學術的論文 還沒有這樣準備 但有 應該會安排 應該會安排 對 因為這少數真的把落地做應用 很多的學術研究 都是嘴巴說說而已 那dataset都不high 就是拿一些影像的在做實驗 但我們是真實拿來 在我們工程上問題做解決 今天在交大 有一個LM的conference 今天在交大 然後李玉琳老師辦的 然後我們那邊也有攤位 如果Machine Learning的朋友 應該可以去 如果你的同事在那邊 可以看一下我們的攤位 我們也會講同樣一場 好 請說 我們的好朋友 我是一個老師傅 老師傅請說 剛才看你 因為我每天都做Stigma 跟Yara 所以很累了 但是我看見你絕大部分 都是用 Command Line來處理 對 為什麼你不多考慮 一塊東西 叫做Parent Process去考慮 其實我們的Common Line 收集會額外收 執行檔的關係 是有的 對 因為我們本來就收 Windows Log 好 謝謝 第二個問題 我再去問 你剛才做了一些attribution 你會不會覺得 你會不會覺得 會單用Common Line來做attribution 是有一點片面 你說只用Common Line來做attribution 分類 campaign 當然 因為其實真的紅隊或駭客攻擊 是很多是沒有Common Line 比如說Networking的Log 對於一直平台資訊整合 也許在未來的Facial Worker 我們可以做 我們現在focus一個Common Line 因為在我們訓練裡 你不要太雄心壯志 什麼Log都能分析 你要先縮小你的任務範圍 不然你會做出很奇怪的東西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focus 因為我們有大量的Common Line 好 謝謝 好 請史萊套的 史萊套有個問題 目前在這個領域中 有任何客觀方式進行準度的評分嗎 這個就是很有趣的 所有Mission Learning方法的評分 我告訴各位 直到有人上台講Mission Learning論文 你就質疑他這個評價方 評分的方法 因為沒有好的評論方法 你是 我先回答答案 沒有 原因是因為我們這些都是客戶的資料 沒有公開的dataset 目前有的公開dataset 只有那種貓跟狗的照片而已 那是不用錢的 學術間的dataset 都不能反映業界 所以其實現在沒有評價的方法 的確沒有 各家真的各說各話 這是一個大問題 舉個例子好了 你看 GPT4 在每一種考試 都獲得90幾%以上的成績 如果一個考試 每個分數都考很高 不是Model有問題 是考試出了問題 在考試無法鑑別突出他的能力 所以現在對於Model的評價跟討論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沒錯 好 時間到了 我最後一個問題好了 因為我最後一個問題 有沒有問 不然 建芬請說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 這個東西會用在你們家的產品上嗎 對 我們就是用在產品上 不然我們幹嘛做這個事 對 我們的老師傅太累了 要需要小師傅幫忙 對 我們現在就基本上全自動 所以 但有興趣可以看我們攤位 我們也做了很多的 除此之外 還要用別的方法來做 語言模型的應用 還不出 Compeline是一個 還要在案情解說上面 好 那 時間差不多 如果有興趣可以留下來 再跟我討論 那我們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謝謝各位 謝謝